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维可是国家男子操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5岁开始练体操16岁便选入国家队 1997年,就在全运会上夺得冠军 更是在悉尼奥运会上作为主力队员 为中国体操队一个奥运会男团的冠军 并且自己获得个人全能的银牌 但是好景不长 虽然在全国赛上拿得冠军 亚运会上获得团体和全能冠军 但是在2004年 雅典奥运会中单感受出现重大失误 团体赛上也失误连连 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网友们也个个痛心疾首 幸好杨维扬威没有因此倒下 他更加坚定自己 两年后重回巅峰 在体操锦标赛上夺的团体金牌 何个人全能 双抗金牌 真是一扫之前的阴霾 让大家又看到了巅峰时期的杨维 之后的各个赛事表现也十分出色 北京奥运会上一扫前迟 重新拿下团体金牌 2009年5月 29岁的杨维正式退役 结束了自己的体操生涯 同年11月 杨维的妻子杨云生下的杨洋 杨洋文昌 2011年进入政坛 担任湖南生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当儿子长大一些后 带着儿子参加爸爸去哪儿第二季 两人的温馨互动 和儿子呆萌表 献萌反网友 让杨维又火了一把 此外杨维还参加了《丰盛之王》 快乐大本营 中国大人秀 天天向山等节目 还参与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的制作 2017年双胞胎女儿的诞生 为他们家庭又增添了一份温馨 如今 杨维还是做回自己 最熟悉的体操事业 成为了国际裁判员 继续为体育事业做贡献 并且培养儿子杨文昌练习体育 不久前还有杨文昌在比赛中获奖的消息传出 看来杨阳阳也是中国未来体操队的明日之星啊 现在杨维一家越来越幸福 真的令人羡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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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日之星啊